我就是我的质务全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众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迷之人》游过篇第六集 上一集炭治郎和惰姬战斗了起来 今天我们接着看 炭治郎使出了火之神神龙 烈日红剧 把攻击过来的腰带全部斩断 惰姬大惊 刀法变了 比刚才更加锐利了呢 看向炭治郎 惰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是什么什么 真是熬夜的呼吸声啊 炭治郎挥舞的一轮刀 向舵鸡冲了过去 野武 刀尖马上就要命中 躲起后跳 利益从他的胸前滑了过去 炭治郎心想 野武是二脸攻击 就算被躲过了 你还有一击呢 舵鸡闪过不屑的射的 没有什么吊会气的呢 终究不过如此 说吧 挥舞着袋子朝着炭治郎的脖子攻击了过去 眼看就要命中 看下炭治郎的头时 炭治郎却瞬间消失了 只留下了舵鸡一人站在原地 紧接着炭治郎的声音传来 火之神神乐 快日红 有高速的扭动和回旋 完成躲闪特化之物 势力越是优秀的人 就会越清晰地捕捉到残下 消失了炭治郎以倒挂的姿势 出现在了舵鸡的身后 火之神神乐 火车 有破绽 空隙之限 我能行 炭治郎给自己加油打气 到手了 鬼的手机 舵鸡回顾到来 嘲讽能说的 你真乱啊 我都要打哈去了 面对攻击 领微不乱 这就是上弦的从容不破 势力差距太大了 就在此时 空中哪根原本崩直了的线 断掉了 炭治郎睁大了眼睛 攻击直线断掉了 舵鸡回顾带子 用力验甩 炭治郎像子弹一样 被打飞了出去 飞在空中的炭治郎 咬牙坚持着 最好防御的姿势 防御的架势 炭治郎不受控制的 在地上弹着 这一击太强了 炭治郎睁大眼睛 倒在地上大口喘气 火之身神了 零以后的副作用 出来了 持续的疲劳 让肌肉僵硬不理啊 面对远处的上弦鬼 炭治郎不断的 给自己打气 要了解 挑着呼吸 多气再次出了过来 再次的攻击 近在之时 炭治郎憋住了自己 快点 快不过来 快点 快不呼吸 炭治郎用尽全身的力气 勉强握住了日轮刀 躲开了多气的致命一击 成功站了起来 咬紧牙关 又冲了上去 同样 多气也冲了过来 一瞬间 日轮刀 跟袋子 又碰到了一起 炭治郎 别等 别分析 这一代就像强认的兜具一样 就算看到了孔悉之戏 也会马上断点 使我的攻击太慢了 让体温升高 让体温升得更高 炭治郎回想起 在蝶屋修养的时候 小青苦苦啼啼的 对自己说 我会告诉任大人的 说他这老的先生 手推不下来 炭治郎回下 请小青保密 拜托了小青 我求求你 不要告诉别人 我没事的 小青还在犹豫 都是 炭治郎抬头看向小青 并保证 我精神真的 没事的 没问题的 小青担心的 看一下了温度计 请你看看这个温度计吧 都38度了 昨天和前天都是这样 总也降不下来 小青坚持告诉任大人 烧嘴都下来 证明是哪里出问题了 但看我 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必须拜托任大人 炭治郎有点油腻 最近炭治郎 向小青谈吧 我发烧的时候 状态真的很好 能够连续使用火之神直落 色不定就能变得更巧 说完 他双手喝时 诚恳地请求小青 可以拜托你 晚一点再告诉任小青们 就一阵子 一小阵子就好了 小青看着苦苦哀笑着自己的炭治郎 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小青只好答应炭治郎 我明白了 但就一小阵子哟 四位回到了战场 炭治郎与朵鸡 又战斗了几个回合 不一会儿 躲起发力 又将炭治郎打费了极民员 并成分的 别想的还要顽强 真有意思 炭治郎气喘吁吁 再看 炸起来的鬼山呢 我这身神了 是拐用的 最后炭治郎又重新摆好了攻击姿态 不对 光是拐用是不行的 我要赢 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一定要赢 看了看 倒在地上的李霞小姐 为了守护 所有的守护那些生命 又想到了鬼杀队的大家 咱也不让那麻木讲理的单缝面 也都发生了 咱也不让 任何人体会到 和我们一样的悲劲 炭治郎的眼神 更加坚定起来 嘴里呼出火气 远处的舵鸡 看见炭治郎这副燕针 显白明的样子 可不能说到 丑白怪再努力 又还是丑白怪了 时间往回回溯 地本屋一日住 在屋里上三下跳 老宝被吓坏了 有妖怪啊 有妖怪啊 旁边的老板娘 随速的 我说让你赶紧去准备工作呀 其他的女孩 应验一顾 什么 你怎么了 老宝失声喊的 初遥把屋顶和地本 撒个喜巴拉雅 还 老板娘 疑惑不解 两人一起去查看 一只猪 兴奋地凿开了地本 小声地驾向 我发现 图像鬼灯朝下的洞了 是鬼灯气息 无名而来 给我绝物吧 一只猪 摆开架势 这么一头扎进洞里 蜂蜜偷看的老宝和老板娘 都挺呆冷 普通一声 一只猪就往里面钻 结果没钻进去 这一派旁边的人 可吓了一跳 这样的一只猪 简直太可爱了吧 不会被卡住吧 一只猪 费力地将猪头拔出 看来只够 只够脑袋塞进去呢 嘿嘿 随起猪头的眼睛一流 太天真了 这对我一只猪大爷 可不管用 一只猪 鼓动全身的关节 卡卡作响 边上啃热闹的众人 都惊呆了 我可只能把 前几关节 都卸掉的男人 也就是说 只要脑袋能塞进去 哪里都能去 说着还一边 卸他的关节 这不就是做工吗 太厉害了猪猪 猪脑袋三星洞里 他一只猪 兴奋地在喊 嘿嘿 猪头毛巾 这也非小猪猪 自小关节的一只猪 就像蛇一样 扭动在狭小洞穴里 哇哦哇哦 马上交到镜头了 一只猪更兴奋了 哇哦哦 一只猪 重出了镜头 从天而降 看到的情景 把他吓了一跳 里面层层叠叠 缠绕在一起的袋子 袋子上骗着人脸 猪猪一边将关节复原 里面看着袋子分析 坏着人家的布 这啥味啊 不对 这个感觉 他们是活着的人类啊 是把抓来的人类 装进了女人的腰带里 这样就能随心所欲的 血摔吃了吧 一只猪 扛着刀 环顾思终 发现腰带里 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嗯 是睡着了 还在打呼噜的善意 猪猪一一连的鄙视 哎 去家我的干嘛 一只猪的声音 惊动了鬼腰带 那小子在干什么 一只猪 惊讶地回过了头 鬼带不屑地发话 抛进别人的粮仓里干什么 骄躁 真的骄躁 说完 袋子开始一阵鼓动 画出了两只眼睛 一张嘴的奇异东西 有张有丑的小肺虫 一只猪震惊了 这球影是什么呀 真恶心 暴躁的一只猪 抄起双刀 就看了上去 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的 很恶心的球影带呀 随即双方战斗了起来 腰带的攻击 根本打不到猪猪 一只猪也越来越兴奋 肚子太慢了 贪心推太多人了吧 一只猪一刀 就把袋子披上两半 狂狂的喊道 飞滚滚的敲银 可伤不了一只猪打 给我夹起尾巴滚回去 出来 卡顿的袋子 掉走了地上 被困在里面的人类 也顺势掉了出来 鬼看到这种情形 也很惊讶呀 哦 他的斩机 巧妙地避开了人来 不为我辛辛苦苦地 抱索了新鲜的粮食 看着空中 不停挥舞斩机的猪头 鬼妻也许分析着 而且感觉也很敏锐 尤其是对杀戏的反应 非比寻常 不管是从前后左右 哪个方向攻击 都会被他查去呀 没想到 粮食储存仓库里 竟然也会有猎鬼人 背起来啊 怎么办啊 正当鬼带 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个熊衣响了起来 给我抓活的 是斩机在远处成岭 这个家伙 在我抓圣鱼的时候 跑了钥匙 长得很漂亮 储存的人类 只要不是特别美丽的 沙条也无妨 但是活捉 可能比杀雕更难 你就吃掉几个人 强化身体吧 一只猪还在 与袋子纠缠着 看着实际 袋子使用了双刀 朝着腰带砍了过去 鬼来不及躲闪 被一只猪看中了 但猪猪这次 失手了一只猪大惊 可不对 因为会扭动吗 鬼带趁机转起了双刀 同时也击打到了一只猪 使起双刀的一手 将一只猪弹飞了出去 就在猪猪飞的一瞬间 一只猪用脚 踩到了刀 一轮刀旋转着 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好了 鬼秘之人游过篇 第六集 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集 玉碎天员和他的老婆们 都将参加战斗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呢